大家好 我是阿班 今天跟大家一起欣赏2011年中国公开赛 林丹对阵李宗伟的比赛 这是他们这一年以来的第五次交手 前四场的战绩为林丹3比1李宗伟 那么这第五场究竟露死谁手 以及精彩程度如何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比赛狠狠的欣赏 开局 李挑头顶 接杀转对角 双方斗王 李七平性滑板 丹很稳 李软压保持连贯 丹继续保持过渡 李软压被动 迅速补救 丹闲停性步打四方球 物祥控制正手 李钓鱼 单快速跟进 李平高球被单变速突击刹上网 16比16 双方提速 李沙家推 单大斜线摆脱 李提速还是杀下推 最终李出界 19比19 单抓过度推球 刹球被斩对角 一记超级滑步补救 第二局4比10 李上演同个动作打3点 一收掉 二红高 三批杀 最后一记假动作推斜线得分 5比11 单停顿 李回放 双方拉开 单接杀转对角 加反拍抛高 一批斜线 单低手位勾对角 李的加速军被弹化解 被迫进入拉调节奏 李大角度批掉 单跟得很快 李批杀斜线被划解 李突然收掉变化 单极限烙起加死亡转戳 到目前为止 拿出的大部分手段都对林丹造不成威胁 反倒自身被林丹投入了最舒服的拉调控制上 10比17 林丹秀出超强防守反击 第二局12比20 单低手位回错 李手感也不错 李加落点批杀被弹后场 杀直见又被预判回顶 进攻如果只能跟林丹对拉后场 李加速快推底线加杀球 单上演玄学皆杀 这招玄学皆杀也是林丹的招牌之一 主打就是一个出其不易 13局4比4 李收掉叫高质量勾球 单拉开加提速反击 控制正手 李滑板 单停顿挑球 变线 李控网 没什么机会双方开始慢节奏拉掉 底线对拉 N点杀 继续拉掉相持 李钓鱼 单回戳 李甲动作 单很稳 快推逼转身 变速突击得分 4比8 开局李抢推反手加提速下压 单上演逾越就球 往前快速戳手 转背动为主动 单连续控正手 李下压单转对角 李低手为勾球 单快推反手 抓住机会 一击必杀 在比赛的最后 拿多多下压出界也宣告这次邻里大战有0单取的胜利 同比分为19-21 21-12 21-11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精彩回合 也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